OK,搞定搞定 各位網友,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在台灣這邊 遇到一個朋友,非常特別的朋友 就是幫大家來說說 聊一聊這個 詐騙,詐騙案 這個話題比較敏感 也比較特別 因為大家都 包括我自己也曾經 面對過這樣的詐騙 我想也有不少人 以前的那個什麼叫 猜猜我是誰,最早期的 猜猜我是誰 你猜猜我是誰 結果呢,猜到最後 我就錢包都 你的錢都溜到他的錢包裡去了 這個 猜猜我是誰 是非常的 叫什麼 一個低級的片 比較早期的方式 跟朋友借鞋 對啊,比較低級的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剛開始嘛 你多低級 也有更低能的人被你騙到 是不是 這個時候我是還沒開始做 我在做的時候 開始就是電線 電線這一塊 打電話 就是說我這個是移動公司 那你這時候就會有 有違規的情況 待會我會強制性停機 就類似這種的 他基本上東西都沒有變 只是頭跟按鍵的部分 有點差距 但是基本上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一開始也都是問你是不是某某人 然後接下來跟你講 主要我們精通找你幹嘛 那找完你幹嘛之後呢 那你就會突然莫名其妙 就跟我本人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和你相關的信息 那確實是你本人之後呢 我們才會往下 往下之後就是要引導 他自身覺得 好像說是我身份證是不掉了 是被人家利用去了 還是說我在什麼地方有使用過的時候 被哪個人給冒用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只能建議他們 就是向公安去做處理 報案 對就是報案 那報案之後呢 因為我們選的地方一定會有差距 比如說我們今天 打北京好呢 就是我們今天是主要公的城市是在北京 我們就設公安值的地點 可能就設在上海 或是武漢 就是會有一個差距 沒辦法讓你在第一時間過來的地方 哦 就是說你們是 比如說 你打電話到北京的那個對象 要詐騙的對象 你會告訴他 你們是在上海的公安 不是不是 一開始我們打過去給他是先客服人員 那客服人員當然是他們當地北京 我們是北京的比如說社保局 我們是北京的社保局 那要跟你本人做通知 那跟你本人做通知之後 這些東西都不是你本人辦的 那可能是什麼被冒用了嗎 那這邊的話 因為說我看到 這個被冒用的地方是在上海的 嗯 那你說你沒有的話 我也只能接你 像他們上海市的公安局 請他們幫你們做調查會比較快 對 對 因為現在的話 這個事情好像 像這種騙法 我記得好像好幾年前都已經有這樣的騙法了 其實這種東西其實是換湯服換藥 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嗯 因為 因為再講他們要跨區也是要做登記 那也是會有一個司法管轄下去 對 對 也不能一按兩報的這個部分 所以會比較麻煩 嗯 所以就是會叫他們移遠一點 然後再來 就是我們也會壓一個時間 時間會比較緊迫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也沒辦法再 就是在一兩個小時從北京飛到武漢上來 對 有時候一定要有個距離 對 就只有一個距離 然後再加上 再來就是人一個心態就是 我沒有做我幹嘛要過去 我也會懶得過去 啊 對 那就會打電話了 對 就變成打電話了 對 在打電話聯繫的過程裡邊 你們就可以順水推舟的去 按你們的設定的那一套劇本 來去繼續演下去了 算是 主要就是 你是一個實際上是設置一個圈套嗎 設置一個圈套讓他們踩下去嗎 踩下去以後就按照你們原先定好的那個劇本來去繼續來去演下去了 主要是基本就是兩個整兩個腳本 第一個腳本就是要讓我們報案的腳本 那第二個腳本就是公安部分的腳本 對 公安部分的腳本 就是說你可能你涉及到現在你說這不是你辦的可能是你信息外線被人家冒辦的 那之後呢他也是會有一個安全起見的方式 那調出互聯網 就是公安互聯網這部分的東西 那調出來說你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在我們這個上海 你的銀行賬戶在我們上海有涉及到什麼非法行為 這些相關的法案 這些行為 那這是第二個故事 主要就是這樣子的步驟 其實同樣的東西啊 只是聽起來的東西不一樣的 其實他說起來還是一樣的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 是啊 所以我所認識的就是 都是說你犯法咯 說你那個犯罪啊犯法啊 然後就要調查啦 有一些人說要給錢才能夠解決啦 現在的部分的話是從來不會叫你給錢的 主要就是跟你本人做何時 做何時清楚確實是你本人之後 那警察官會下達一些指示 那也是因為說 就背後有個假警察官跳出來 不一定說會有這個警察官出來 可能是 如果說今天這個人的金額有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需要第三方來進行 讓他知道還有這個警察官的人 如果說金額只有幾千塊幾萬塊 我們不需要那麼費力 可能兩個人就可以完成這個工作 那用什麼手段可以打錢騙到手呢 騙錢的部分的話 有三種 第一種是手機直接直入病毒 那第二種就是微信打款 那第三種就是ATM打款 主要就是這三種 那如果說是在國外的部分的話 都是用直接去銀行匯 在國外的部分只能在銀行 那怎麼可以令到他乖乖的拿錢會出來 或者打到那個對方的微信 或者那個支付寶出支付呢 怎麼樣才能夠做得到呢 因為現在的人騙得多啦 被騙得多都聰明了 一提到錢就馬上很敏感了 那肯定是騙錢的 一提到叫他把錢從他的戶口裡邊 從他的那個帳號裡邊 會出去的話 他馬上就會警惕了 然後好像大陸有些銀行啊 他們都會提醒他們 對都會把電話過來照會啊 就是會說一下問一下 到底是什麼情況 還有他們好像設置了一個 在他們的手機啊